你好 欢迎收看7月8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为了感谢护证人员辛劳 华联县政府8号举办了护证日庆祝活动 由县长徐政卫亲自颁发奖状及礼券 表扬了三个GEO护证事务所 和34位的GEO护证人员还有志工 也肯定了护证人员为民服务的热忱及优异表现 华联县111年度护证业务绩效评鉴 经内政部核定为优等 荣获全国人口总数未满40万人 县市政府组第二名 为了感谢护证人员平日的辛劳 县政府也举办了护证日庆祝活动 会中县长许正卫也向护证人员 以及志工表达感谢并表示 每年三个乡镇的评比中 各护证事务所不断展现创新和精进的精神 所以能够在中央评比上获得非常出色的成绩 所有的登录记载的确实否 跟我们在推动所有的政策的部分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护证同仁 那另外呢 我想每一年花林县在我们 无论是十三乡镇 我们自我的评比里面 我们不断的在业务上的创新 还有精进之后送到中央去 第一个得到全国非常优秀的成绩以外 那对于我们在县内自行的评比 我们也会推荐到中央去 也跟全国来评鉴 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的务所 都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表现 所以真为要在这里感谢我们所有的 这个护证家人们还有你的志工 这一次表扬三个基优护证事务所 与34名基优护证人员以及志工 县长许正为期许全体护证人员以及志工 以名为本 提名所苦 成为散播幸福及温暖的种子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